由到奥运360的环节 单车是最基本的代步工具 在伦敦奥运期间 更加可能是最有效的交通工具 实际上由于英国单车队 在北京奥运取得优异的成绩 加上伦敦奥运年的关系 英国的单车销路直线上升 不过伦敦踏单车的环境仍然有待改善 记者郑焕治报道 在英国的大城市当中 伦敦的单车使用量 数来只是占逐总交通旅程的2%左右 但是随着伦敦市长郑焕迅 两年进入市民和洋客都可以 延嫁租用的单车计划之后 这种情况就逐渐改变 令到单车使用量逐年增加 事实上英国单车队在上届 在上届北京奥运会 一共取得了七斤三银两桶的交易成绩 对国内的自行车估计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加上今年是伦敦奥运 在伦敦也是全国的自行车销量 在伦敦之后全国的单车销量都直线上升 对市场调查公司的估计 今年全国的增加销量将增长18% 市场增长8% 创下力与最高的记录 突破7亿英国 据伦敦的单车压力团体表示 在过去十年间 在市中心骑单车的人增加了一倍 平均每12个人当中 就在个人骑单车上落班 部分原因是因为市场约翰逊在两年前 引入这些租赁单车计划 此外英国的单车队 在上届北京冠军有结出的表现 也是一个刺激的因素 一件事 特别是美国游戏组组组 在北京都做得非常好 大家当然是感兴趣 我们发现在London 在10年里的车购买的车费 已经下跌了9% 这非常奇妙 这是在100年第一次 这种事件发生了 10年的车费组组织 已经增加了 几乎全都在London 虽然如此 查理批评伦敦很多地方政府 在建设车车专步上政策不一 没有为了便利省市 而并没有全部人考虑到 单车使用者的安全 对于当开车车代步 或者不熟悉London的 人士表现足够的鼓励和鼓掌 查理说虽然在自行车使用量方面 仍然不能够跟同栏相比 但肯定一定不好的前程 对于更正确的方向发展 政府应该向荷兰取经 更加设定地存储计量交回口 我们希望城市公司 以德国的方式 就是当他们看一路 设计一路 他们会想到 便利和安全性 为行动和乘客 前面他们想到 为车车车车 所以是一种改变的 我们需要 《无线飞出台》记者 郑运志在伦敦的报道